弟兄姊妹们 主内平安 今天我们一起来读圣经 那时 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 在约旦河里受了约旦的洗 他从水里一上来 就看见天裂开了 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 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 你是我的爱子 我喜悦你 圣灵就把耶稣吹到旷野里去 他在旷野里四十天受撒旦的试探 并与野兽同在一处 且有天使来伺候他 齐齐洁白 地上漂布的 没有一个能漂的那样白 忽然有以利亚同摩西向他们显现 并且和耶稣说话 彼得对耶稣说 拉比 我们在这里真好 可以达三座城 一座为你 一座为摩西 一座为以利亚 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因为他们甚是惧怕 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 也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 这是我的爱子 你要听他的 只见耶稣同他们在那里 他们让耶稣到了各个他地方 他却不受 于是将他钉在十字架上 念旧分他的衣服 看是谁得什么 钉他在十字架上 是试出的时候 在上面有他的罪状 写的是由大人的王 他们又把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 一个在右边 一个在左边 从那里经过的人辱骂他 摇着头说 嘿 你这车毁圣殿 三日又建造起来的 可以救自己 从十字架上下来吧 纪师长和文士 也是这样戏弄他 彼此说 他救了别人 不能救自己 以色列的王基督 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 叫我们看见就信了 那和他同钉的人 也是计较他 哈利亚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耶稣爱你 请坐 请坐 有一部电影非常的有名 叫The Patient of the Christ 中文翻译叫 耶稣受难记 在这个电影里面呢 有一个形影不离的角色 他很特别 如果你没有注意的话 很快 其实你 搞不好整个电影 你也注意不到他的存在 他就出现在群众里面 祭司长文士的旁边 甚至还有一些 罗马官府的冰丁的旁边 他就是他无所不在 所以你任何看的电影 有时候他这样子很快 走过去 他在后面走过去 可是你没有注意到 因为你注意到都是前面的人群 你知道这个角色 下面那个 他是谁 我刚才听到了 撒旦 整部电影其实 你会看到从一开始 到最后结束的时候 这个角色啊 一直是 撒旦是一直贯穿的哦 你可能不会注意到他 可能不会看到他 但是如果你再把那个电影 再多看几次的时候 你会看见 有时候在人群当中的背后 他就在那边 慢慢默默地走过去了 就是可能那么零点几秒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整部电影 这个撒旦这个角色 他只有一个目的 他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耶稣 他不要上十字架 他不要耶稣上十字架 甚至其中有一个台词 是整部电影非常经典的 他对耶稣说一句话 透过他的意念 然后对耶稣说 这个重担 十字架的这个重担 你不要去担 这一句话非常的经典 他说什么 他跟耶稣说 这个重担啊 十字架的重担 谁也担不起 谁也挑不起来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看到了没有 我就注意到 撒旦对人的试探 有非常非常多的形式 形形色色 可是我觉得最要命 最要命的是什么 就是对于借着试探 然后把人击倒 撒旦他是永远不会停手的 就好像那个电影里面 从一开始到最后 撒旦他都在那边 所以刚才从姐妹 我们所念的那个经文当中 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 兵丁把耶稣带到了哪里 哥哥他 哥哥他翻译出来 又叫做什么 对 骷髅弟 为什么他叫骷髅弟 原因是这样子啦 就是那个地方 是一个小山丘 远远看过去像一个骷髅 那也因为这样子 上面都是在处犯人的 都很多的尸体在上面 所以他们就把那个地方 叫做骷髅弟 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 重点来了 还记得我们在第一讲的时候 在第一讲的时候 我们看到耶稣 从一出来传道的时候 在旷野 他就接受到撒旦的试探 有吗 在第一讲的时候 我提到这个 重点是什么 他是说 你如果是上帝的儿子 你就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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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是上帝的儿子 你就干嘛干嘛干嘛 所以他就故意的去挑衅 是要来试探 耶稣的身份 那你说传道 这跟今天信息有关系吗 有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即使在十字架上面 撒旦的试探 又再一次的出现 而且这一次听起来 也会很有道理 那听起来好像也很对 而且听起来好像也很美 可是 还是撒旦的试探 亲爱的弟兄姐妹 面对不同的人 不同的挑战 不同的状况 可是试探的主题 都是同样的 什么主题 如果 你是上帝的儿子 你就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知道吗 我们福音书这样 从一开始看到后面来 我们发现一件事情 甚至到现在要上十字架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说 或许啊 透过一些的事情 或一些的作为 来证明说自己是谁 我是谁 我是何许人也 是我们可能一生中最大 而且可能是永远不会停止的试探 这个非常非常的要命 所以我今天 我要透过经文的信息 来分享一个主题 就叫做在十字架上面 胜过美丽的诱惑 在分享之前 我们一起做个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阿们 阿们 我们在开始之前 我们把这一个短短的两节经文 再念过一次 一二三 请 从那里经过的人 鲁骂他 摇着头说 好 我们来看看 撒旦现在是透过谁 来试探 耶稣 西西就说 从那里经过 其实也对 他在说什么 看似一些无关紧要的路人甲 路人椅之类的过客 在十字架上面 他就好像无关紧要的人 可是他说出来的话 亲爱的同姐妹 却充满了挑衅的意味 看到没有 从那里经过的人 没有什么关系的 看到却也辱骂他 在圣经原来的意思 那个鲁骂又可以什么 是鲁骂 嘲笑 污辱 毁谤 是这些意思 在原来的意思是这样子 亲爱的同姐妹 他还说什么 用试探性的话语来说 你啊 曾经说过 要拆毁圣殿 三天你要重建起来 耶稣有这样说过吗 耶稣是指他真的要拆那个圣殿吗 还是他指的是 他自己 所以你看到没有 他可能会透过一些无关紧要的人走过去 然后去扭曲那个话 OK 开始来咯 开始来咯 充满挑衅 然后开始扭曲那个话语 还记得那个撒旦在旷野的时候 是不是也曾经用圣经的话 扭曲一下来试探耶稣 有 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啊 你就 圣经不是说吗 可以叫他吩咐天使 怎么样怎么样来保护你啊 有的 这个伎俩其实从来都没有变过 那试探的焦点 重点在哪里呢 重点还是一样 你如果是上帝的儿子啊 你如果是上帝的儿子 你一定可以 从十字架上面下来 你 显出你的能力 来证明 你是上帝的儿子 很妖命吧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要问一件事情 当我在读圣经的时候 我问上帝一件事情 主啊 又何妨 耶稣你证明自己的能力 有什么问题啊 那些人在嘲笑你 那个走过去没有关系的路人甲乙 这样嘲笑你的时候 你就跳下来 给那些瞧不起的人 一点颜色瞧瞧 OK 证明你自己 又有什么了不起啊 OK啊 那我想问你们一件事情 耶稣有没有能力 耶稣有没有能力 在十字架上面下来 你觉得有 还记得在克西玛尼园的时候吗 有一小段的时间 彼得跟大祭司的仆人 就是打斗起来了 然后那个时候在慌张之际 彼得就拿了一把刀 就把大祭司的仆人的耳朵 就怎么样 削掉了他的耳朵 我们把那个经文再念一次 请 把你的刀收回原处 耶稣对彼得说 把你的刀收回原处 因为我的国不是你想象中的 那样子的武力 暴力 想要征服那地上军事的王国 不是 而且你以为我不能求父 你看他跟天父的关系多好 他就马上必派遣 十二营以上的天使下来 耶稣有没有能力 我再问一次 耶稣绝对有能力 逃脱十字架上的苦难 他绝对有能力 亲爱的弟兄姐妹 可是我要说一件事情 耶稣如果下来了 他就无法完成上帝 猜他来世界上的使命 什么使命 透过十字架上面的一个刑法 来拯救世人的罪 他要命在哪里 你知道在十字架上面 是你的身体最软弱 我也可以说那个意志力 可能也是最薄弱的时候 他的事态原来是没有停过的 他那个事态没有停过 好像那个 现在连随随便便的路人甲乙 都可以跑到你面前 任意就嘲笑了 而且他那个说话的力道 也其实蛮强的 甚至什么 甚至还扭曲 还误解你说过的话 这就是他的手法 就为了什么 挑衅你 挑起你里面的能力感 那个能力感 耶稣来啊 你来证明你自己 证明你自己是上帝的儿子 亲爱的弟兄姐妹 耶稣所面对的是什么 神儿子的能力 是要用来证明自己呢 还是要用来完成上帝的托福 这是耶稣要做的决定 他觉得有能力 刚才你们都说 他觉得有能力 可是他必须做个决定 他这个能力 是要来满足和证明自己 还是这个能力 是用来完成 阿爸天父的托福 亲爱的弟兄姐妹 能力 能力感 这一关 非常的要命 因为为什么 他触碰到了一个人的安全感 他触碰到一个人的归属感 价值感 他挑起了我们那个人性里面 对于虚荣 那个想当上帝的那一个渴望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看到了没有 刚才姐妹我们所念的经文里面 我看到一件事情 撒旦他会以挑衅者的一个角色来出现 对我们进行关乎那个能力的试探 他要用能力来证明说 我们自己到底是谁 几年前 大概是2012年的时候 有一个13岁的小女孩 青岛的女孩 13岁而已 她跑到一个商务的 青岛市里面的商务楼 大概7楼那边 她就从上面就跳下来 她留下了一封信 是给她爸妈的 这个小女孩 她写了很长 但有些的句子是不断地重复的 我念个两句 你们听听看 她说什么 她说把我的眼角膜拿去捐掉 至少可以证明我还是有用的 把我的肾脏拿去捐掉 至少可以证明我还是有用的 来 你们发现她一直在重复 想要说的是什么 至少证明我还是有用的 我就不要再说太远 去年有一个学霸等级的一个学生 在去年放榜了 高考过后放榜了 他考上了清华 不错吧 父母帮他填了医学系 那一天他 有一天他也是一样 就留下一封信 然后就把他一整瓶的安眠药 就吞下去了 吞下去了 他就没有再醒来过 他没有再醒来过 那个学生的信里面 我看了他有一句话 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那个学生说 以前所做的只是为了证明 我是他的儿子 点点点 我就是把那一句话拉出来 以前我所做的 我考上了清华各方面 爸妈帮我填的医学系各方面 只是为了证明我是他儿子 他说我证明了 那现在我累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知道吗 这一种的故事 你会发现 为什么我刚刚年份又记错 因为我看到是一件事情 我刻意去查过了 这一种的故事 几乎每一年 就在我们国内当中 就在发生 每一年 你又想说 到底发生了什么一回事 你从或多或少 报章杂志上 你会看到 其实啊 亲爱的弟兄姐妹 吃苦不是问题 你知道吗 勤劳努力也是对的 不是问题 很多人会以为一件事情 现在年轻人 吃不了苦 抗压性 怎么样 比较低 其实我要告诉你们 都不是 都不是 你看到没有 这些故事的背后 不是他们吃不了苦 不是的 他们有能力的 而是他们必须要用 他们的能力 来证明 他们的价值 你看到没有 他们必须要用那个能力 来证明他在父母面前的 那个价值 你知道吗 对一个男生 我说男生 对一个男生来说 你知道吗 当一个父母的 当你全然是接纳他 去爱他的时候 然后你就让他在外面 年轻的时候 去吃一点苦头 我告诉你 你不用怕会压垮他 反而你会塑造 这个男生 美好的声量跟态度 对一个女生来说 当父母全然的 先来接纳他 跟爱他的时候 然后你让他在年轻的时候 去受点挫折 父母你不用怕他会崩溃 反而会塑造他 里面那个美好的品格 但重点在哪里 现在这种姐妹 如果你把他这个人的价值 跟他的能力 混为一谈 作为一个可以交换的条件的话 我要告诉你 那你很有可能 你会永远失去他们 真的 你看就好 就好像耶稣 现在一直到十字架上面的时候 撒旦他有没有松手过 撒旦的试探 从来都没有松手过 他说什么 你做这一件事情吧 你有那个能力 向我来证明 你就是上帝的儿子 就是这样子 现在听众姐妹 你看到没有 对耶稣来说 他来是要遵循天父的旨意 在十字架上面 可以完成天父的旨意 但撒旦告诉他一件事情 来 你从十字架上面下来 你如果有这样的能力 你下来的话 你就可以证明 你是神的儿子 家庭姐妹看到一件事情吗 如果有一些事情 连耶稣在十字架上面 到最后一刻 他都会面对 那你跟我 我们不分男女老少 我们都会面对 面对什么 透过某些事情 或某些作为 来证明自己是谁 可能将是你我终其一生 永不会停止的一个试探 这个经文非常核心的是什么 你的能力 你的作为 我的能力 我的作为 是要来服侍天父上帝 还是要用来彰显自己 你知道吗 如果我们在乎自己 证明自己是谁 那我们就会用上帝所赐的能力 那个恩赐 来去服侍自己了 然后去寻求很多人的一个肯定跟掌声了 有时候你会发现 我们将要活在一个 患得患失的一个状态当中 因为我们要的 我们价值观是放在别人的上面 患得患失 然后我们很怕犯错 有没有 我们很怕逼别人讲 摇摆不定 我们活在那个很不安的感受当中 为什么 亲爱的弟兄姐妹 因为别人的胃口 是会不断地改变的 今天你要你做这个 明天可能要你换那个 你会发现自己一件事情 我哪也去不了 我的生命哪也去不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在十字架上面 耶稣受到的试探 在十字架上面还有第二个试探 我们来看第二段的经文 我们就一起来念三十一节 一二三 请 来 我们再来看看 撒旦透过谁来试探耶稣 谁有哪些人物出场 谁 祭司长 还有文士 可以说得比较仔细了 还有谁 童丁 我们来看看 谁是祭司长 谁是文士 我可以简单地说 祭司长跟文士 他们就所谓的宗教领袖 所谓的宗教领袖 什么是宗教领袖 理论上 他们很熟悉上帝的话语 尤其就是 当然是旧约了 那理论上 他们应该是 有智慧的人 他们是 对神的话 熟悉有智慧的人 可是圣经说什么 我蓝色的字这边说 他们也是这样 戏弄谁 耶稣 因为他们不认识耶稣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他们那些戏弄耶稣的嘲讽 跟那些刚才上一个 路过的那个人 有不同吗 没有不同 也是这样子戏弄他 他们试探耶稣什么 那个主题其实也是一样的 还是打一个点 就是来 你来证明 你是上帝的儿子 你证明 你证明你自己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 内容和角度切入点 已经不一样了 试探的话语不一样了 基本上 所有宗教的智慧 所有的都在问这个问题 是什么 苦难的问题 现在的切入点 他们开始谈到苦难的问题了 撒旦说苦难啊 圣经说什么 他救得了别人 他却不能够救自己 你不是以色列的王 有没有 基督开始出来了 就是那一个 弥赛亚 弥赛亚是没有苦难的 在他们的心 弥赛亚是那个 拯救世人罪恶的那一个 他不可能会有苦难的 他是大有荣耀的君王 你不是那一个弥赛亚 不是吗 那现在 你现在十字架上面 你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面 下来 你下来 而我们如果看见了 我就相信 我就相信 来 亲爱的兄弟姐妹 这个焦点是什么 你如果是上帝的儿子 你应该可以免去这个苦难才对 OK 这样可以理解吗 对宗教的人士的想法 你如果真的是说你自己是神 你说是上帝的儿子 你一定能够免去这个苦难 你一定能够免去 但是十字架 基本上 亲爱的兄弟姐妹 他是一个苦难 他是一个严厉的刑罚 很讽刺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上帝的儿子 怎么可能会在上面呢 所以当我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又问上帝一个问题了 我说主啊 何妨呢 你就从十字架上面下来 那有什么问题呢 何妨 可是只要离开十字架 脱离那个苦难 对不对 让我们相信你是神的儿子 你只要下来就可以 那个是这样子 可是如果耶稣真的下来的话 他却也是一样 没有办法完成阿爸天父 托付他来到这个事业上的旨意 而透过十字架上面的刑罚 跟十字架的苦难 如果没有透过这些话 我们世人的罪 怎么可能被赎回呢 不可能 所以他背后 宗教人士的思想是什么 亲爱的兄弟姐妹 苦难应该不会发生在 神的儿子身上 不会 他不是救了别人吗 他不能救自己啊 你是以色列的王基督 那个米赛亚 你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面下来 你下来 我们看见我们就相信 亲爱的兄弟姐妹 苦难啊 这一关也非常的要命 尤其在我们华人的文化当中 中国人的三观 我们的人生观 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的世界观 苦难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我们所想的 我们驱动我们所做的一切是什么 我们就是要脱离苦难嘛 也就是说什么 驱急 避什么 避凶啊 这就是我们一直 可是亲爱的兄弟姐妹 在这个经文当中 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撒旦他会以嘲讽者的角色 出现 你知道吗 会对我们进行 有关于苦难的试探 用苦难来动摇 我们是神儿女的那个信心 当时耶稣 你看也是 经文也是这样子写 对不对 他们看不起耶稣 他说 你不开玩笑嘛 耶稣 没有人当王 这样子当的 几个礼拜之前 我的信息当中 有提到一个美国的 马鞍峰教会的牧师 华里克牧师 对不对 上帝有没有大大的使用他 在2013年的时候 在华里克牧师家里 发生了一件事情 他特别把他写下来 他说 我27岁的儿子 结束了他自己的生命 这个孩子 从小的时候 他就开始 跟精神的疾病 就抗争着 他说 对 我们尽管有最好的医生 有药物 有治疗 我们也为他祷告 我们爱他 可是那个 他的孩子叫 Matthew 马太 还是失去了盼望 他说一件事情 他说 这一件事情 所带来的痛苦 几乎摧毁了我的家庭 这是华里克牧师 跟师母 在2013年的时候 他特别写下来 这一句话 他说 我的孩子没有挺过来 而这一件事情 带来的痛苦 几乎摧毁了我的家庭 亲爱的利用戒本 你知道在2013年 那个时候 很多声音 有没有 在他的耳朵旁边 就开始围绕了 很多声音是什么 哎呦 这个 他不是上帝 所重用的仆人吗 你们前几个礼拜 也听到了 神真的是使用他的 怎么这种人 还会遇到 这样的事情 哦 华牧师 华里克牧师的儿子 哎呦 怎么没有挺过去呢 是怎么样软弱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看到了没有 讽刺跟批评 声音一直在 华里克牧师的耳朵旁边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看到一件事情吗 就好像包括在耶稣 在最后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 撒旦还是没有松手 还是没有 他想要说 你就脱离那个苦难 向我们证明 你真的是上帝的儿子 而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还是说 如果这件事情 连耶稣在十字架上面 都会面对的话 那我跟你 我们不分男女老少 我们岂不得会面对 在我们一生当中 我们都免不了一件事情 对信心的试探 特别是在苦难当中的 信心的试探 你看到了没有 这个试探背后 它的想法是什么 如果我倚靠神的话 神应该会快快救我 就脱离这样的困境 才对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 关键就在这里 刚才都是魔鬼的试探 耶稣从来都没有说过 他来过后 世界上马上就会没有苦难 耶稣没有说过 耶稣是公义的王 那他会再来审判 这个世界上的罪恶 而且他告诉他的门徒 一件事情 他告诉他的门徒说 在这个世界上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 耶稣说你们可以放心 因为我已经胜过世界了 哈利路亚 我们要听声音 我们不要听那个试探的声音 我们要听主耶稣自己说 他说对 这个世界在我再来之前 还是会有苦难 但是我的孩子们 你们可以放心 这原来的意思 就是你们可以安息 你们可以放轻松 为什么 因为他说 我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 所以耶稣没有应许说 所有的人 你们会脱离这个苦难 但是上帝的百姓 你可以放轻松 因为你的主 已经胜过了这一切 而因为他胜过 你也可以胜过 就是那么简单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很在乎 去证明 去跟撒旦 去证明那一件事情 去脱离苦难 去证明那一件事情 证明自己是谁的话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苦难当中 我们会不断地自己 关注自己的感受 好像那个伤口 我们会过于真正 也许神要透过这个苦难 成为一个化妆的祝福 在我身上彰显出他的荣美 他的荣耀 他的能力 亲爱的弟兄姐妹 能力的试探 跟苦难的试探 就是在十字架上面 所发生的 可是你看到了没有 在十字架上面 刚刚姐妹我们所念的 我们看见一件 非常特别的事情 就是耶稣啊 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 他居然对于撒旦的试探 一点反应都没有 一点反应都没有 还记得吗 刚才我们提到 在旷野的时候 耶稣会一个一个的反击 耶稣跟魔鬼的那个 他的教授 会一个一个的反击 可是在这个时候 在十字架上面 他竟然完全不理会 撒旦的试探 为什么 亲爱的弟兄姐妹 此时此刻的耶稣 他不需要向撒旦证明 自己是谁 而且他的身份 也不需要去通过撒旦 来获得肯定啊 亲爱的 圣经的话语告诉我们 耶稣已经胜过 那试探是什么 因为他满足于 上帝的认可 他就忠心的去跟随 他就安稳于 自己的那个身份 他专心听的一个声音 是听上帝的声音 不是听其他的路人 或者其他的试探的声音 有两段的经文 是非常非常的经典 是马可特别记下来 是耶稣可以胜过试探 非常关键的经文 就是接下来 我们马上要看 耶稣怎么胜过那个试探 我们来念这个经文 从一章九节开始 一二三 请 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 我喜悦你 我好喜欢 真本马可飞 我跟你讲 我好喜欢这一段的原因 是短短的一两句的话 马可就一次的提到 三位一体的上帝 在这一个景况当中就出现了 而且圣灵一开始 他恶话不说 圣灵来就是要充满耶稣 为什么 因为圣灵爱耶稣 因为他爱耶稣 他们的关系是非常的亲密 而圣灵是非常认同天父的宣告 说你是我的爱子 是我所喜悦的 好我顺便一提就是 圣灵任何的工作 和他的任何的能力 我顺便再提这个东西 圣灵的工作跟能力 都不是要为了彰显人的荣耀 而是要来彰显出来 认同阿爸天父的宣告 宣告什么 耶稣是他的爱子 是他所喜悦的 他也要告诉你 圣灵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你是天父的爱子 爱女 你是天父所喜悦的 你知道吗 在天父上帝的爱里面 在耶稣十字架的恩典里面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不需要用能力 去证明自己配的 你不需要跟任何人事物 去证明这件事情 圣经的话语告诉我们 耶稣可以胜过撒旦的试探 但是因为他满足于 天父上帝的认可 因为他满足于这样子的认可 神认可他之后 他就忠心的不断的就跟随就是了 非常简单 而且第二个非常重要 显出基督的荣耀的第二段经文 我们继续再一起来念 九章三节一起来 请 耶稣衣服放光 极其洁白 地上漂布的 没有一个能漂的那样白 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因为他们甚是惧怕 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 这是我的爱子 你们要听他 门徒忽然周围一看 不再见一人 只见耶稣同他们 不愧是我们的大师兄彼得 还是一样 总是第一个要说话 在耶稣带着这三个 非常核心的门徒登山 然后就变向极其荣美的时候 彼得不知所措 亲爱的弟兄姐妹说个话 以后我们不知所措的时候 还是不要说话好了 彼得不知所措 不知道他说什么话才好 因为他们 圣经说他们甚是惧怕 可是彼得他还是想说一些话 那个夫子 夫子 我觉得我们在这里真的不错 在这里不错 我们在这里真好 有摩西 摩西真好 他是旧约当中 律法最大的代表 他是律法最大代表 然后第二个 在旧约当中 先知其中一个最伟大的代表 是谁 以利亚 夫子真好 我们在这里就搭三座棚好了 我觉得神的国最棒 最荣美就是好了 耶稣你来 我觉得你讲恩典爱很好 那我们也需要神的律法 摩西也要在 三根支柱 然后我们也要先知都在 这样子好了 缺一不可 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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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就可以了 忽然间 全部都不见了 圣经说 不见一人 只见 耶稣一个 为什么 因为天父不认同彼得 天父不认同彼得 因为所有的律法 所有的先知 所有的历史历代以来所记下来的 所拆派来的神的仆人 为了就是要彰显和衬托 要来的那一位荣耀的君王 耶稣 他就是基督 他就是弥赛亚 如果你们想把任何 跟他放等量奇观的话 神会把这些全部拿掉 而天父上帝说了一个 这是我的爱子 你们听那么多东西 你们想的东西 你们要听的是谁 耶稣 你知道吗 我们很喜欢听声音 我们喜欢听很多的声音 我们向往很多不同的方法 策略 我们的文化传统习惯都好 其实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一切都很好 但是如果我们只想把这一切 都好像当成 包括跟一些的流行什么 帮的跟耶稣是一样 同等重要的事情的时候 你会看见一件事情 天父把这些东西都拿走 天父要把这些东西都拿走 因为他要说的一件事情 这是我的爱子 你们要听的是他 不是听其他 其他其他的 而是听他 所以我们看见神的话语说 不见一人 到后来只见耶稣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有些事情也是我们信主 很久的基督徒 我们需要注意的 开始久了 我们会开始习惯 会开始去向往不同的东西 可能不同的方法 所以久而久之很多东西 我们发现在我们生活当中 好像就乱了套 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的话语告诉我们 天父要把这些东西 全部都挪开 尤其在我们受难 跟复活的这个季节当中 天父要告诉我们 这是我的爱子 你们要听他 神的话语告诉我们 你跟我可以胜过撒旦的试探 有个秘诀 是在于满足于天父的认可 天父的认可 忠心地去跟随主 安于自己那个君尊王族的尊贵的身份 而那么多的声音当中 你就专心地去听主的声音 就可以了 专心听主的声音 就可以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要说一件事情 证明自己是谁 是每一个基督徒当中 你一生最大的试探 证明你自己是谁 是每一个基督徒 一生当中最大的试探 撒旦他会扮演一些角色 戴上的面具 不同的角色 会出现在各个地方 各个地方 各个地方 你看包括在今天的经文当中的时候 即使在耶稣在十字架上面 撒旦也是以挑衅者的身份 来引用你以能力 透过那个能力 来证明一件事情 你自己是上帝所爱的 证明你自己是配得上帝所爱的 那包括也透过那个嘲讽者的角色 就出现 戴上那个面具 就诱惑你 来你 你应该要可以脱离一切的苦难 来证明一件事情 你是上帝的儿女 这可能是我们信主 一年 五年 十年 三十 五十年 一辈子我们都会碰到的 还记得我刚刚提到 华里克牧师的故事吗 有吗 2013年 他的儿子发生了一件事情 你知道吗 他挺过来了 他走过来了 你知道他说了一件事情 他说有好一段时间 有很多不同的声音 在他的耳朵旁边围绕着 他说别人经常都问我说 你是怎么做到的 你在这苦难痛苦当中 你是怎么继续活下去的 你们想知道吗 哈利路亚 他说了一件事情 他说圣经说 压伤的芦苇 爱你的上帝 他不折断 他说江产的灯火 就算那个灯火 你感觉受不了了 你那个极大的苦难当中 你觉得你那一把火 已经快要熄掉了 但是你知道吗 他说上帝他不熄灭 他说我的答案 他说你问我很多东西 我儿子 我的答案 很多神学上的 什么自杀 他说我不知道 他说我的答案 总是在十字架的恩典 他说耶稣复活的能力 是一切的答案 你知道他挺过来了 他挺过来了 华里科牧师 他想到他儿子还是会难过 但他走过来 他就相信 他的儿子是怎么样 压伤的芦苇 上帝不会折断 江产的灯火 神不会熄灭 在十字架上面 永远有恩典 永远有盼望 永远有希望 永远有爱跟能力在那里 所以当你转向他的时候 包括我们下礼拜的 礼拜天 我们是庆祝 基督复活的日子 我们就要见证一件事情 在耶稣基督里面的 复活的能力 会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 你会看见 下礼拜会有人受洗 他要站在这边 分享他自己的见证 你会下礼拜 你会看见一件事情 就是有人信主了几年 他还是要站上来 信主不同的历程 他要为主来做见证 为什么 因为基督复活的能力 才可以让人有见证可说 所以为什么 我一直很喜欢告诉 每一个小组人 就是你要做见证 因为神在你身上的故事 你要把它说出来 因为见证会生见证 然后你要记得 这个属灵的原则 见证会生见证 你越分享的见证 你会说越经历 越经历再越分享 会越来越多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的信息很简单 神的话语告诉我们 你跟我是可以胜过 沙滩的试探 对没有错 那个试探是一辈子 都会一直在我们旁边 但是我们是可以胜过的 我要奉耶稣的名 告诉你一件事情 你会跌倒 但是你不会失败 你会软弱 可是神会把你 再一次的扶起来 满足于阿爸天父 对你的认可 忠心的跟随他 忠心的跟随他 不需要听那个路人甲乙 那个挑衅者说的 不需要 他扭曲我的话 不需要 他为我的生命来做诠释 来解释我的生命 为什么发生 不需要 安于自己 在耶稣基督里面 那个君尊的身份 你可知道一件事情 神的话语告诉你 在阿爸天父里面 他看你为尊贵 他看你为至宝 我换一个我们现代的话来说 你可知道你是王子 皇家的人 你要知道自己的生命 是属谁的 你可知道你是属于王的吗 你可知道你是公主 公主是被天父所抱在怀里的 被捧在传心里面的 对 对 你会跌倒 可是神的话语告诉我们 你不会失败 因为十字架上面的恩典 告诉我们 他已经胜过了 他已经胜过了 所以在基督里面的 你要安于自己 那君尊的身份 对 会有人嘲笑我 OK 觉得我做得不好 我又碰到了这个 对不对 华里克牧师 你不是牧师吗 为什么碰到这个东西 不要听其他的声音 专心的听 主耶稣的声音 专心的听主的声音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迈路受难复活的季节当中 今天的信息 告诉我们 你是可以胜过试探 你会面对试探 而且那很真实 但你可以胜过 还有最后一句话 你跟我 永远都不需要 向撒旦证明 任何东西 你不需要 向撒旦证明 自己是谁 好吧 这个时候我们就闭上我们眼睛 我们花点时间 安静在神的面前 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 哈利路亚 今天神的话语 告诉你什么样的信息呢 你跟神说帮助我 你是不是想到自己 其实对 自己也会受到一些的 软弱也好 或跌倒或试探也好 今天的信息 是不是告诉你 在十字架上面 耶稣也是如此 可他胜过了 你要满足于上帝的认可 忠心地跟随他吧 安于自己的身份 专心地听主的声音 在耶稣里面 我尽看见 天已开了 听天父对我说 我的爱自我心心愿了 因着耶稣 哦 因着耶稣 我 称你为公益 以耶稣生命救赎你 以耶稣流血洗尽你 我爱你 到永远不改变你 永远是我的宝贝你 永远是我的喜悦 宝贝我爱你 在圣灵里面 我尽听见 天父爱我 哦 天父爱我 他自生对我说 看着你 我爱自有欢喜 因着耶稣 哦 因着耶稣 我永远不离起你 是耶稣已经救赎我 是耶稣完全接近我 这寒天 到永远不改变 我永远是你的宝贝我 永远是你的宝贝我 永远是你的喜悦天父 你爱我 是耶稣已经救赎我 是耶稣已经救赎我 是耶稣完全接近我 这寒天到永远不改变 我永远是你的宝贝我 永远是你的宝贝我 永远是你的幸悦天父 你爱我 你永远是我的天父 祢赐给我耶稣基督 这两年都永远无改变 祢永远是我的归属命 永远是我的恩主天父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向祢献上感谢 主要是的是耶稣已经救赎了我 是耶稣已经完全洁净了我 而且这恩典到永远也不会改变 天父上帝我向祢献上感谢 在十字架上面 在十字架上面 这个试探永远没有停止过 但是主我们向祢献上感谢 祢已经胜过了这一切 主我们会跌倒 可是我们不会失败 主我们的答案总是在十字架的恩典 而耶稣基督祢复活的能力 是一切的答案 天父我们向祢献上感谢 祢看我们为尊贵 祢看我们为宝贝 主我向祢献上感谢 这个恩典永远也不会改变 主我把我的弟兄姐妹带到祢的面前 主要愿祢的圣灵这个时候 把祢的爱 主要就浇灌在他们生命当中 主要让他们知道在生命里面 他们可以放轻松 他们可以放轻松 主因为耶稣祢爱我们 阿爸天父 祢永远是我们的归属 祢永远是我们的恩主 天父 我们爱祢 我们向祢献上感谢主 谢谢祢 祷告奉耶稣的名所祈求 阿们 我们把掌声献给我们的天父 祂配得一切的荣耀 赞美 你们送下借 阿们 然 叫